苏州市孤苏区苏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今天正式接派成立 有着2500年历史的苏州古城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蒋洪坤为新成立的中共苏州市孤苏区委 中共苏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公委和苏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管委会接派 今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和省政府批复 苏州平江苍浪京昌三个区撤销合并设立孤苏区 同时设立苏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 这在全国文化名城中上述首次 调整之前我们苏州城区各项社会发展指标 占全市经济总数的不足40% 因此能够适当的适时的调整优化行政区的机构 着力的完善城市机构的空间的布局 我觉得是有利于提高转型升级 做大做强中心城市